纳米真空互联综合实验站是实现10台设备的互联,可实现远程控制,全程自动化运行。 在此基础上,已经开展纳米材料比较生长、器件加工、测试分析为一体的表层特性方面的研究, 可以将薄膜材料中的杂质水平降低100多倍,使得纳米材料关键性的方案。 在2022年前后,我国将建成总长度接近500米的超高真材大型仪器设备互联, 以确保样品在不同设备之间传送时,其表面不被氧化和污染,不被外界大型建设经费3.2亿元。 目前,工程建设顺利,已建成真空管道30米。